正在对汽车玻璃进行热加工的 是福耀玻璃美国公司戴顿工厂的工人 每天要对100多块汽车玻璃进行热加工 福耀美国所在的俄亥俄州戴顿市 是美国著名的老工业城市 福耀美国目前的厂指 原本是美国通用汽车的一家装配厂 2014年,福耀花费1500万美元买下这座工厂 将其改造为一座18万平方米的玻璃制造厂 工厂于2016年投产 迄今投资已经超过7亿美元 汽车安全玻璃年产能达550万套 在工厂的生产车间里 十多条玻璃生产线整齐排开 机器人不断将玻璃片抓起并放上传送带 福耀美国总经理刘道川介绍 这些前端生产线负责玻璃圆片的切割 打磨 除尘 抛光等工序 自动化程度很高 每条线只需要十多人就可以完成操作 大部分工人主要负责安装配件 质检等后端工作 资料显示 福耀美国2017年开始盈利 2018年营收达到近5亿美元 同比增长58.77% 刘道川说 福耀的投资不仅直接创造工作岗位 也带动了当地建筑运输以及其他供应商的业务 从而带动了就业 63岁的查克玛尔在福耀玻璃工作差不多三年半了 他感受到福耀美国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谈及当前中美两国的贸易问题 刘道川坦言 福耀美国的原装玻璃业务受到关税的一定影响 尽管税的影响不大 但人始终是福耀美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刘道川表示 劳动力紧缺是美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福耀美国也面临员工流失率高的问题 人力资源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现在大量缺劳工 所谓的这种hourly employee 就是每个人都缺 所以这些员工流失率是你的最大挑战 那么你们怎么把这些员工留住呢 就是现在我干的所有事情 就是建立一个好的潜文化 让员工喜欢这个公司 待时间长一些 就要降低turnover 降低员工流失率 能够把员工留得越长 你就将来竞争的优势越好